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義也義意 基本是圓莫明初 樂觀調這個影視含義 他推崇這個藝芽 削一本10% 當初我在八十兩年成立的時候 差不多一、兩年的時候 在收集藝芽 就是我們的藝芽的資料 當時每天都叫人找找 當時有一個關護書局在推銷 我告訴他一句話 我說如果我找到藝芽的電鍋 我就買一套找找 結果他就很高興了 他就去找找找找 我把我們家都關護書局去找 買了之後 他買了跟我說一件事 跟我說有一個找 叫做藝芽 藝芽 藝 藝 放在故宮 看過要去找我 我說沒辦法去到上面找我 結果去台北故宮找的時候 很找到 從那個時候我就開始 一直叩叩叩 這時候看得到晚上 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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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以前都叫十斤 我們現在都叫十斤 原本是修宗在台北 故宮博物院 是我們讀書 一定要讀一本尺 這個旭藝芽 就是我們民調的在座 周旅進 周旅進 他是一個影視 他也是一個讀書 他自己主峰 他叫做美顛道人 演繡 韓義 編輯的 師父 他好來寫一本尺 叫做旭藝芽 臨民這本尺 他曾經到55億 國中的飼料 這也還有個故事 當初是要去廟的時候 就有法師 高公法師來在這裡說 你要去這間廟 是怎麼祖書的旁邊 都沒有一個協士神 因為有聽一些老婆的在說 說要強風炮丁 因為炮丁 他就是說是藝芽 會把他教的 這是母的 母的 要來強風 就每天祖書 這個祖旅進 人家有出一本尺 叫做旭藝 甚至優功 在我們這個廟 把祖書的一些刺激 或是說 祖書的工夫 把他撈下來 所以我那時候 有問祖書 來跟拜這兩尊好不好 但是祖書 是比較鐵器 怕我們花錢 其實那時候是有聽我們廟 廟的那個 講得尊嚎 在說 說服裝祖書的理由 跟臺院祖書的理由 帶到我們的廟 對於祖書的生活變得到 結果我們廟 就是透過說 講得尊嚎 廟的神明 和祖書交通 交通 交通之後 祖書就說好 那在民國86年的時候 就是1997年 成立義雅廚藝協會 當第一冊的時候 就是全國的大飯店 廚師 老師 有66位 有這個意願 當成自己的那個著作 每個人要自己 研理自己的一道創意菜 2019年 本書出版 因為第一冊 有66位的民族 清廚和大師 每個人響應的都還蠻不錯的 那義雅這邊 在針對第二冊的一個改版 它有內容 也都是比較跟第一冊不一樣 它會有更多的一些看頭